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就给大家解一下鱼系列画 但是这个纸的话我还是大概给大家分一下位置 别让它最后有些错乱 大概我要不是细致的话就是大概有一个方向 别让它最后没方向了 就这么看 那我就开始给大家解这个简直 就叫鱼系列画 首先我要解的就是鱼 因为这个一幅画里头我们要解好一幅作品 就是我们心里有数的事 我们要解什么 今天要解的是鱼系列画 就是一个是我们要解好这个鱼 再一个就是要解好鲰画 鱼跟鲰画的结合就是一种神志文化 三位一句话就叫鱼儿系列画 两口子好鱼儿发 它就是说 咱们说到现在话 年轻人说的话就是男欢与女爱 传统简直里头它就是一种神志崇拜 现在解的这个就是鱼片 现在解的这个就是鱼片 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解法 有的人喜欢给鱼身上解鲰片 就确确实实就是把鲰片解出来 有的人可能会给鱼身上解的时候 解的不是鲰片 而是一些花草 因为我要解的是鱼系莲花嘛 鱼之外的就是莲花就已经够花了 如果再给鱼身上再解花的话 就显得有点太多就过了 所以说我就很少我解的话 不怎么给鱼身上解花 而是就是解它的鱼片 但是在这个解这个鱼片的过程当中 也有很多人的不一样的解法 有的人可能会解像我这样的这个月牙纹 外来后拿那个圆点来切冲一下 有的人可能会解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 他可能会给你上面解也解巨刺纹 而我解这个鱼的鱼片的时候 一个一个解出来的 但是有的人我解过有的人解那个鱼片的时候 他是解的一排一排的 你解到过去解一排 甚至于有的人可能会把它解成大型的那种巨刺纹那种手法 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一样的一种表现方式 他能把这个把握住最后解出来的效果可能会都能达到美的程度 把对称的这个团花结起来就是因为是它是八层纸 所以说结起来有点吃力 所以说你听到我的简直老是嘎嘎嘎嘎想 就是你要用用的劲比较大的 但是八层纸剪出来它就是八对称的一个效果 要比四对称六对称显得更丰满 给鱼身上再切一些圆点 这个就能显得鱼 这个鱼更有光亮更有层次 更细着 铁纸就是一个细形花 让你细形 要有耐心 能耐得住寂寞 这个孩子要你小心翼翼的 这个纸搞不好你就搞断了搞破了 所以说我们解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 就是这方法和技巧 不能让它断了 就把鱼身上的这个圆点都剪完了 那么现在我要开始怎么剪这个鱼的尾巴 鱼的尾巴是长它鱼身上最灵活的一个部位 所以说我们剪它的时候一定要能剪到它的那种灵气 就是显得很活的那种感觉 很舒展 接着鱼刺纹 液到下去没剪彻底的时候 就拿手来把这个圆里抹一抹 让它掉下来 不要过劲的去拽 有时候就把纸球撤破了 我把这个鱼的尾巴 就基本上也都剪出来了 这些鱼是剪的就是咱们常说那个鱼的翅膀 我把这个东西剪得太把握不住的话 你把这个纹别剪得太长 因为你太长了以后会站到别画面别的位置 有时候就会你剪零画的时候就操成那个位置 纸张不够 所以说你剪的时候尽量的就是跟别的地方有接触的地方 你剪的时候稍微把你这个剪刀剪得收住一点 剪纸它讲的生似不是形似 所以说我们在剪剪的时候 不要老是过意的要求那个那个形 特别肿特别像 不需要就生似就行了 所以说叠的事就稍微放开点 对它的造型来说不要刻意的要求太像 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个鱼的造型拿出来 为了把鱼的造型解出来 不影响其他的画面的连接问题 所以说你看我解的时候就把它 很多地方都留着的 就别把线连接的地方给剪断 那么到时候你剪到跟前的时候 你觉得有用 这个就连起来了 如果没用你再把它剪断 这就比较合适 如果说你现在一下子把所有的鱼拿出来以后 鱼就没办法跟其他的画面做连接 这样就给你自己造成一些麻烦 这个我就把鱼剪完了 能看到吗 完了以后我去可以剪检那个莲花 这么快就说